日本更誇張 妳剛剛說的是那個紅包要 300 370元 妳們日本不用嗎 還是要 1萬 1萬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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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去還是不去 到場是參加就是大約1萬台幣 至少 至少就這個最便宜 然後如果沒辦法去的話就 3000台幣 就是一個蛋糕心意這樣子 至少3000 我參加台灣的婚禮的時候 我以為是一樣這樣子 所以是朋友來找我的時候 雖然是他是工作上 有一次合作過而已 有可能是不算是朋友 他就叫妳要去 對 但是他來找我了 我包1萬台幣 然後參加 台灣 很好卡 妳包1萬台幣1萬 然後櫃台的人 可能後來發現 然後跟那個新娘說 然後新娘就嚇到 小白 今天謝謝妳啦 夠… 真的是我們好朋友 她要親自我 嚇到 對… 我們合作過一次 有一個廠商的員工 對… 然後他後來那個 請我上台 然後 請我自我介紹 自己自我介紹 妳包了一塊跟主桌一樣 是哪一個電視 中天電視 同學來了 每一周幾點之類 就幫我打個廣告 小白 回到粉絲團是最高之類 還給我這個時間 天啊 把她當業配了 就直接上台了 她等於冠名贊助了 然後後來才知道 去婚禮下廣告就對了 買單數 再次證明了 金錢是可以買得到朋友的 沒有 她們婚禮的DV 最後面有上寫字幕卡有她名字 有啦 感謝單位 妳包那麼多 我們也很開心 就讓妳多發揮一點 關係 關係變更好了 對 結婚之外 我要補充一下 台灣的文化 我不知道是怎麼樣 但是 在墨西哥 如果妳要結婚 南方平常都去 都是去那個 就是結婚前 妳要去紅燈區 跟妳的朋友一起 單身派對 對 然後 譬如說在墨西哥 那邊的價格 比台灣便宜很多 在墨西哥 譬如說 給一個人的費用要 然後在台灣 我有問朋友 要3千塊台幣 不值好不好 這也還好 這也還好 等一下 我們確定一下 這個價錢到底對不對 來 我們有專家 張立東 對 我們那個要問你到 因為剛剛講的價錢 是嗎 3千 他要評價一下各國的好不好 各國的 3千我這個不知道 日本多少 日本喔 日本 越南 日本好像30分鐘是1萬7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會知道 你為什麼會知道 我們都會開 有當地的朋友 開車帶我們去繞一繞看一看 導遊在跟你們分享 他都沒有會寫價格 我們就開車過去看 看到1萬7的你們才進去 證明我們已經花不起了 我們再看一看 然後再回來 1萬7日幣 日幣 30分鐘 1萬7日幣 印象深刻 因為那時候賺錢不容易 那你有超過嗎 你有超過30分鐘嗎 我沒有去啊 也沒有超過啊 你講什麼 這還要問嗎 這還要問嗎 對啊 而且因為在台灣是非法的吧 因為在墨西哥是合法的 墨西哥是合法的 對 所以你剛剛講的是500塊錢 對 台幣500塊 可是他們是以時間來計價嗎 一個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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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是真的有人站在那裡嗎 是有包含住宿的嗎 應該是真人嗎 我沒有問清楚 但是我知道是 可是墨西哥的平均收入是多少 對啊 對 當然 一天是200塊 我們是說平均收入不是那個嘛 你怎麼講什麼 我們是說平均收入多少 一天兩百塊 一天兩百塊 採播機果官是算一天一天的 公立妳要好好講話 打下在那邊最討厭的是平均 再來就是最討厭公立 再來就是妳喔 注意注意 好 OK 再來我們來看看 還有誰 來 Sunny來說說看 台灣的汽車車 坐汽車車超級貴 對 我覺得很貴 你看就是越南的話呢 如果坐汽車車 一公里是 15塊 15塊 台幣 所以是15起跳嗎 是我們的公車價格了 一公里 然後呢 再來是剛上車 75塊 對啊 我覺得超級貴 有一次我就下雨 然後我就說坐汽車 然後就是他就按表 然後坐到大概5分鐘而已 然後他就說 您總共是150 我就嚇一跳 這個是貴的不得了 如果像越南的話 如果這樣做的話 只有花30塊而已 台幣而已 越南還有更便宜的 越南是跟你們那個Grab 跟我們的Uber是一樣的 對 很便宜 路上到處都有帶那個 綠色安全帽 寫個Grab 一樣用App來找 上摩托車才10塊錢 摩托車到處 可以當作計程車這樣做 很便宜 而且可以兩個人合作一台摩托車 三貼也OK 所以說10塊就平均 一個人只要付5塊錢 公立又要講講看哪裡 台灣覺得真的太貴 不要被達下討厭的啦 OK 來 你說 就是超速發財 我覺得在台灣很貴 我有一個我自己的摩托車 然後我去伊朗那邊旅遊 然後我又開在北 拉麵嘛 結果呢 台灣又算時間的一個鄉親 然後 我在台灣要付2千塊 超速 對 超速 但是呢 在墨西哥 我住的地方 沒有相機 我們可以亂超速啊 然後晚上的時候就 很快的卡牌 這算是抱怨嗎 聽起來我還寧願再有相機的地方 對啊 被偷被搶都不知道 對啊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超級貴 波蘭最近編成4千塊台幣 那就不要超速就好啦 對不對 不會花任何錢 但是我覺得 對 我覺得帳單在歐美國家 真的是一個很離譜的數字 像我有一次是去找我美國的朋友 他是在那邊留學 然後呢 他就帶我去滑雪場滑雪 結果呢 他滑雪的時候 他又那個就是速度太快 結果他就摔了一個那個是 狗吃屎那種摔法 起來以後呢 他整個臉全部都是血 鼻子也塌掉了 這邊鼻孔全部都在血 那個時候呢 我就在那邊打電話給當地的救護車 結果呢 救護車就公通到最後的時候 他跟我講一個價錢 他說 好 如果我們要派車過去 那個雪場接你們的話 那一趟車的費用 我聽到就說 台幣嗎 對 我就說台幣1萬塊 我就跟我朋友說 那你就先忍一忍好了 我開車送你下山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那個價錢太貴這樣 我就趕快開車就送他下山 找一個最近的那個醫院 就幫他掛急診這樣子 結果呢 我那個朋友跟我在 我們在那個急診室裡面 三個小時以後 對 我朋友血都乾了 已經變殭屍了嘛 臉真的整個都腫起來這樣子 已經都好了 他已經開始走路又跳了對不對 對 然後呢 就 因為一個很敷衍的態度 他被送進去急診之後呢 他也沒有幫他照X光 也沒有幫他縫合 也沒有幫他做任何的包張 他只叫他回家以後自己洗澡 洗完澡以後自己去清那個傷口這樣 然後呢 開給他一條這麼小條的藥膏 就是說你這個洗完澡 那個傷口乾了以後擦這個藥膏這樣 一個禮拜過後呢 他就收到一個帳單 加起來 要10萬塊台幣 10萬塊台幣 對 然後 10萬塊等於我朋友總共只得到 得到了一條藥膏 蛤 對 那醫院的空間是高壓癢嗎 比較起來的話的確 台灣OK喔 在台灣在這一方面真的算是 超厲害的 醫療方面真的是非常好 對不對 好 OK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週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